大家好,欢迎来到表书砍世界 咱们又到了周日问答的时间了 今天呢,我想回答一位来自上海的观众朋友的问题 这位上海朋友呢,他自己有一家不算大的公司 公司雇员差不多有七八个人 然后呢,家里的孩子还算比较小,不到十岁 他自己除了在上海有一个房产之外呢 他在杭州和苏州都有两个投资的房产 那么因为最近这两年生意不是特别的好 他的公司从原来的十五个人,现在降到了十个人以下 所以他打算看看有没有可能通过这个投资的方式移民美国 但是呢,他有一个考虑就是说 因为小孩现在还特别的小 公司呢,也还有一定的业务 他并不想立马就能够来美国 他想知道啊,就是如果通过这个EB5投资移民这个方式 是不是可靠 是不是靠谱 对于有哪些方面应该注意 所以呢,今天我就来简单的回答这位观众朋友的问题 如果小孩还小,这是一个优势啊 因为做这个EB5投资移民的话呀 这个孩子的年龄段是在21岁啊 如果这个孩子要是超过了21岁的话呢 那么到时候这个孩子恐怕就会麻烦啊 就不能随父母过来 那么这个项目呢啊 目前来讲,对于中国人来讲啊 就是过去已经投资的投资人来讲 他们都有一个这个排期啊 也就是等待期 那么对于新法啊 也就是说2022年实行的新法的项目呢 那么根据不同的项目啊 目前来讲啊 就没有这个排期 最重要的呢 是如何选择这个项目啊 因为大家啊 有这个想法的人 恐怕都已经做过一方面的研究 而认为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啊 的确是如此啊 那么如何降低这个风险呢 我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下几个方面啊 应该注意的 通常第一步对于投资人来讲 首先呢 就是选择这个项目啊 因为市场上还是有一些项目啊 这个项目的质量参差不齐 那么大家啊 通过这个选择呀 然后就发现是物理看花啊 很难搞清楚 那么首先呢 有两个问题是要注意的 一个呢 就是项目 它的可行性 所以我们首先要从项目的可行性 来聊起 这个项目 它究竟可不可行 它有没有这个市场需求 比如说 市场上目前有这种城市的项目 也有所谓乡村的项目 有这个油气开发的项目 也有房地产的项目 那么究竟哪一类的项目 比较靠谱呢 这个还是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 就是项目的地点和位置 第二 这个项目 这个行业 究竟有没有前途 因为在过去的项目 就是过去啊 十几年来啊 有些项目 它失败都是有原因的 我们通常 如果是要开一个 这个店面 或者做一个商业 我们通常都是要讲 地点地点 一个好的地点 就能够保障我这个项目 降低它的风险 能够有一定的盈利 因为大家最终 还是要把这 希望啊 能够把这个本金拿回来的 所以呢 如果你有个项目 对吧 位置不好 那今后它能不能盈利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要考虑 第二呢 就是说 是不是 真的乡村项目 就一定有 很大的风险呢 这个也不见得 所以还是要看这个 行业 或者是 这个 需求 对吧 那么有的呢 项目是在大城市 比如无论是在 洛杉矶啊 还是在纽约啊 之类的 那么它的项目 一定就会很可抗吗 这也不见得 所以对 这个项目本身啊 要进行这个可行性的研究 就非常的重要 啊 那么 通常呢 我们要了解它的 比如说 这个行业的律史 对吧 目前的状况啊 投资者的回报 它的地理位置 和这个行业前景 那么有的时候呢 就需要 专业的这个 顾问 来给你提出一些建议 第二呢 就是说 要了解这个 项目的要求啊 因为一笔五投资项目 它是需要创造就业的 啊 每个投资人的投资 都需要创造十个就业 啊 那么这个十个就业 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啊 把它啊 创造出来 对吧 啊 然后呢 这个项目啊 这个项目啊 从头到尾 对吧 大概要多长时间 啊 这些都是要求 啊 投资人能够考虑的 还有呢 就是项目运营商 开发商 成建商的背景 啊 这些人 是不是 都是比较有经验的 啊 比如说 公司的历史啊 这个管理的团队啊 啊 过去有没有成功的记录啊 但是就是这些东西 他也不敢保证 啊 因为过去 有一些超大型的项目 啊 无论是从基金方 啊 还有项目开发 开发部门 等等 都是非常有名的公司 啊 在美国的业界里 都也都是 但是由于市场的变化 和一些人力不可抗拒的原因 导致了项目的最终的 这个失败 对吧 比如说项目建成了 但是运营啊 不理想 对吧 市场上反应不大 那就造成项目亏损 最终啊 项目被关门 或者是被收购 啊 这种事情是经常有的 所以呢 就是说 仅仅是看这个运营商 或者是开发商的这个背景 也不敢保证 啊 也不敢保证 那么 还有呢 就是审查这个文件和合同啊 因为在这个 1B5移民投资的这些 啊 所谓的这个 啊 啊 文件啊 是相当的复杂 啊 而且呢 全都是英文 啊 有的项目方呢 可能会给你提供 这个 啊 中文文件啊 但是呢 具有法律效力的 仍然还是英文的文件 所以呢 大家对这些项目的这个文件条款 合同条款都要把它摸透 啊 这不光是有这种 呃 叫做subscription agreement 啊 那么就是说 应该叫做订购吧 啊 就是你要啊 要投资这个项目 啊 要投资这个项目 那么这个里面呢 通常都会有风险 披露 的描述啊 那么这对于风险 披露的描述 大家一定也要看 因为如果你要是找中介的话 中介它通常不会告诉你 它的风险在哪里啊 它也不会提什么风险 所以呢 对于文件里的风险 披露 大家一定要做到仔细的了解 啊 因为有一些文件呢 啊 它可能 给这个投资人 没有太多的权利 啊 也就是说 我们所说的 有一些可能是属于霸王 性质的条款 因此 要想看懂这些专业文件的话 最好 是能够请一位 懂行的律师 为你把关 啊 所以呢 寻求法律 意见呢 啊 是非常重要的啊 无论是商业的法律 还是移民的法律啊 都是 啊 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 啊 这个 一笔五资金的来龙去脉 对吧 和转账的这个 路径 移民局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如果你 不是特别的确定 哪一些方式 能够获得移民局的认可 啊 就是转钱啊 或者是换汇啊 这个呢 也是可以跟移民律师来征求这个意见 啊 啊因为这个一笔五投资移民啊 它是一个风险投资啊 啊这个美国的联邦啊这个法律呢 它是要求你的资金在风险之下 所以这个风险呢是必须有的啊 当然了风险有大有小 对吧 刚才我所说的包括像市场上的风险 虽然项目建成了 对不对 但是后来经营垮台了 也许你拿到了绿卡 但是呢 你的本金恐怕没有了啊 所以呢 我们当考虑风险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市场的风险 要考虑到法律的风险 还要考虑到政治的风险 啊 所有的这些风险 都得要考虑 啊 而不是说一旦出了事儿就去找这个中介呀 或者找什么 嘿我不管 你得把那什么 没有办法啊 因为啊 很多事情 很多方面 无论是中介 还是这个项目的运营方 他都很难把控 啊 所以呢 在投资这个1B5 这个项目之前 一定要啊 聘请这个专业人员 协助你来把握啊 当然了 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保证啊 因为这是百分之保证是不可能的 那么起码呢 能够啊 让你充分的理解 这些项目的风险究竟是在哪一个方面 然后呢 根据你自己的判断啊 和专业这个人士的建议 来做出一个符合你个人情况的这么一个决定 另外呢 就是当你做决定的时候啊 不要过于匆忙啊 一定呢要这个进行一个比较啊 但是呢 比较的项目也不能太多啊 因为一旦项目太多的话 你很有可能又迷失在这种比较当中了 啊 所以呢 啊 最好的方式呢 啊 就是要考虑到这个专业的意见 还有就是考虑到你自己承受风险的能力 通常我对这个 呃 有意投资的这些朋友们啊 包括我个人的朋友 我都跟他们讲 我说最重要的呢 就是你本人承受风险的能力要得到 这个最大的承受能力就是说一旦我这个本金拿不回来了 你能否在情感上在财务上你能够接受这种现实啊 因为很多项目呢就是说他能够啊把它建起来 但是到最后啊 因为要经历很多年他能不能够这个盈利啊 这个真的是一个挑战啊 不是说所有的项目可能都能够实现最终还款 所以这个风险的承受能力你是否有 那么甚至有一些个别的项目啊 因为这个项目方的这种期待行为导致了这个投资人是绿卡也没拿到啊 钱也没了啊 所以为什么在2022年呢 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法案 对这一类的啊从业人员啊进行筛选 就是说他设了很多的合规要求和规定 那么有一些人就被啊从这个市场上把它剔除出去了 总之呢啊选择这个 一笔五项目啊是需要进行啊充分的研究和调查啊 要非常谨慎 好今天呢就跟大家到聊到这啊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联系我 然后我每周呢 选择一道问题 寄答复 谢谢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 kesINE